你現在看到這個畫面 看到一包包的東西 這些就是俄軍的屍體 現在你看看 烏克蘭對俄軍 算是這樣的 你入侵烏克蘭 烏克蘭仍然把這些俄軍屍體 完完整整地打包 即是不會放在戰場那裡 就是牛丑 你看看烏克蘭打包之前 就把這些俄軍拍照 這些俄軍屍體 現在打包之後 你見到這裡其實是一架火車 火車的其中一卡 其實這個火車裡面 有很多卡裝著這些俄軍屍體 裝著這些俄軍屍體 就打算送給俄羅斯 但是現在說俄羅斯拒絕接收這些俄軍屍體 就說這個普京是不想 看到這個叫傷亡數字 因為你看看這些俄軍屍體 這樣回到這個家 他們很多時候是大龍鳳 大龍鳳這樣做這個叫喪禮 這樣這麼完整 回到家你都已經慶幸了 有些叫俄軍 其實變成肉餅不得止 甚至找都找不回 被炸到變成分子 現在你看到之前都說過 就說這個俄軍在這個叫蘇梅地區 撤走的時候 又是留下一堆俄軍屍體 他們就是挖了條坑 就把這些俄軍放進去 連埋都沒有埋,只是挖了條坑 放了幾十具俄軍屍體裡面 就不帶走這些俄軍屍體 很明顯就說這些俄軍 就是聽到上面的指示 就叫他們不要帶回這些屍體 回到這個叫做俄羅斯 也都看到 這個叫做俄羅斯入侵 這個湖南 之前就是偷襲基庫 偷襲基庫有兩路軍 即基庫的東北面 和西北面的兩路軍 就由白俄羅斯入侵 經常都說 為什麼白俄羅斯 這麼久都不肯出兵呢 幫俄羅斯打這個湖南 不就是這樣 因為你看到那兩路軍 即基庫西北和東北 他那些屍體都是由東北或西北面 經白俄羅斯運回到俄羅斯 甚至雙兵也很多 雙兵也會佔用白俄羅斯 即是俄羅斯雙兵佔用白俄羅斯的醫療系統 看到這種情況 你是白俄羅斯 會不會動手 當然不會動手 所以現在你看到白俄羅斯 所謂的總統 都說 他都估計不到這場仗 會打這麼久 等於現在俄羅斯這個普京 越來越寂寞 他現在還說 俄羅斯這個普京 說想打持久戰 那當然 老實說 當然是奉陪到底 究竟是持久戰 你可以捱多久呢 現在你看到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這些俄羅斯 怎樣死亡呢 很多原因啦 很多種武器都可以令到死亡呢 最簡單的 這麼完整的 肯定是被這些槍打中的死亡呢 如果不完整的 那當然是被這些重炮啊 即現在 烏克蘭入了這些北約或者美帝那些 155榴彈炮嘛 又準確這樣打下去呢 就肯定變成了一個叫煎肉餅 甚至呢 整條絲都找不到的 那也都說回 這件事呢 除了這些155毫米的榴彈炮之外呢 如果你留意這個叫烏克蘭裡面 這個叫戰場洞 即這些這些信息呢 也都會看到烏克蘭軍呢 經常用無人機空頭啊 一些炸彈呢 炸這個鵝軍陣地的 那現在呢 就見到這個炸彈呢 其實真的不太大 只見到那隻手呢 都拿著喔 那真的叫它做掌心蕾啊 一隻手掌那麼大 那就是啦 用這款啦 他就用無人機這樣丟啦 丟這些鵝軍陣地的地方呢 那就是等於這個威力 好像一個手榴彈那樣大的威力啦 那個爆炸力 那就爆炸啦 那威力這樣 這樣來空頭襲擊這個鵝軍 那你見到呢 就說現在這個叫做 戰場上面 經常說制空拳啦 就是這些這樣的叫做 平價無人機啊 拿了這個制空拳 可以找到這個叫做 鵝軍的位置啦 甚至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用這些無人機這樣空頭進去 那我除了你不要說那隻TB2啦 TB2那隻當然是貴啦 甚至那隻那隻是厲害很多啦 那些炸彈 但是用這些普通無人機 都可以夾一個炸彈上去這樣炸你嘛 你見到就說 現在你基本上這個叫做 烏克蘭已經控制了這個無人機的 無人機的叫做制空拳 因為你見到呢 北約呢 是供應了一些叫做武器呢 就被這個烏克蘭軍呢 是干擾這個俄羅斯的無人機的嘛 那令到這個俄軍的無人機呢 基本上呢 就是這個天空上面 絕跡的那樣子 那再看回啦 這這張照片呢 都是無人機拍的 那這個位置是哪裏呢 就是努金斯克的地區啊 那就是這裏了 努金斯克 就是又叫做努金斯克州啦 甚至這個頓列茲克州啦 這兩個州呢 都屬於烏克蘭的嘛 那之前這裏講到明呢 就是這個哈爾科夫裡面呢 這個烏克蘭呢 就已經修復了很多這些地方了 那現在講到明呢 哈爾科夫對上這個叫做努金斯克羅德啦 這個州呢 屬於這個是俄羅斯的嘛 那就說現在這個努金斯克羅德裡面 那些居民聽到那些炮聲啊 就因為嘛 現在烏克蘭反攻嘛 烏克蘭反攻啊 用這些那麼高精度的重型火炮 那就打到的 那你肯定沒有運行的了 肯定不可以那麼完整啊 那條屍體不可以那麼完整啊 就回到家啊 肯定找都找不回來 那第二個呢 就是保命就投降咯 那第三個就走咯 走回到比爾哥羅德裡面咯 那走回到比爾哥羅德裡面咯 那麼烏克蘭軍當然是追尾啦 用這些高精度火炮就打你咯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 比爾哥羅德裡面的居民 就聽到那些炮聲就是這樣咯 重要咯 喂現在這裡呢 就是說呢 比爾哥羅德裡面呢 他還響一個叫做警暴啊 就是由朝響到晚的警暴 這些警暴很明顯就是說 蛙蘭軍呢 是在這裡用這些叫做 叫做戰術導彈也好 短程是攻打攻擊 這些叫叫俄軍的 就是那些軍事目標 甚至補給路線啦 那這裡哈爾科夫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伊九武啦 那伊九武呢 就說這個俄軍呢 很多將領在這裡做一個指揮嘛 那現在呢 就說這個俄軍呢 很多將領呢 就已經離開了這個伊九武了 那伊九武呢 就很快就沒有了 就應該被 蛙蘭軍呢 隨時一大反攻呢 就可以拿回這個地方了 拿回這個地方之後呢 那就好做很多了 因為這個伊九武呢 那個公路網呢 就四東八達的 那拿了之後啦 那一路呢 反攻下去了 反攻下去 那現在再看回這個 叫做盧金斯克的照片先啦 那這裡呢 很明顯是無人機拍的啦 那這些照片呢 就是這個 烏克蘭的武裝部隊發放的啦 那這些照片你看到呢 這些坦克呢 都不是最新的東西來的 看到浸了呢 都起碼一段時間啦 甚至你看到啦 他呢 是沒有了頭的喔 很多都是不是 真的呢 被人開了罐頭的喔 那你見到 好像一個 一個畫面 好像燈陸的畫面喔 那這個燈陸的畫面 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會想起這個 中共呢 攻打台灣呢 攻打台灣 就是等於你上到岸 你的坦克啊 都變廢鐵 那你那些坦克裡面的那些人呢 這些裝甲兵呢 隨時都變了灰塵啦 就是化了灰啊 那一路看下去啦 其實這裡呢 就看回啦 其實就是這個叫做5月9日之前呢 那這個俄軍呢 對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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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 好 有些炸了,有些未过河的,甚至过河的,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都是劳金斯克这个地方,看到一大堆废铁,这些很明显被高精度的远程火炮打中了之后,虽然这样的情况 全部无人机拍摄,现在河南军用无人机控制了河南战场上的天空,控制了战场上的天空 那你这个俄军真是很凶的嘛,每天找到你之后,真的做一个超视距,远距离的攻击 起码在河南军方面省点,不用那么大的人命损失,俄罗斯人命损失不止,坦克消耗也是非常严重的 看回这段,这段片不是无人机,这段片就说是凤凰卫视在当地拍摄到的 也赞一赞凤凰卫视肯公开这段片,令我们看到这些坦克车如何被人开罐头的情况 就说这个凤凤卫视在顿热池克里面,俄罗斯控制区里面走 一路走,俄军都叫他们的车要很高速地走 因为如果走得慢,就真的被人打到的 所以你看到这些俄军在乌克兰地区败走,撤出乌克兰之下 你看到很高速地走,很高速地走,也是被乌克兰用一些反坦克飞弹 不断砌他们,你高速的,你够那些反坦克飞弹速度快? 对不对? 先说回这里,这幅图片 很明显这幅图片就是凤凰卫视的记者在车上拍 听凤凰卫视的记者说出来,幸好前面有些车顶一顶 就是不快,如果快,就去到新爆区了,这个爆炸 肯定连到车都被摧毁了 这里很明显这个红圈圈的就是炮塔 就是坦克的炮塔 这个坦克就是俄军T-72B-3的坦克 再看回这里,这个坦克爆炸的地方就是顿烈池克的俄军控制区 你经常都说俄军控制区不是很安全吗? 为什么又是这样爆炸? 究竟这个坦克有什么武器造成这样爆发呢? 首先,目测来说,已经有一段片可以看到了 这个炮塔距离地下有多高呢?大概50米或以上 你记住,俄军这些坦克就是四十几吨重 而炮塔就非常硬 加上炮也非常重 它这么硬一定是重的 至少炮塔来说是十几吨重 所以你看到这样炸的车身就肯定没有硬 但是炮塔可以飞起就因为硬 如果不够硬,老实说都是碎了,都是粉碎了 再看回这里,这个爆发 除了这个炮塔之外,还有这些东西飞起来 这些东西飞起来,大家放心,不是肉饼 肯定是坦克爆炸造成的 现在又要说了,究竟是什么造成坦克爆炸的呢? 爆得这么厉害,肯定是一个荀爆 是什么打成这样,是不是乌克兰自己的反坦克 这个叫做飞弹呢?还是标枪造呢? 甚至是不是N-O造呢? 因为你看到标枪和N-O就是弓顶的嘛 尤其是标枪,4公里以外可以攻击你 总之见到你就可以了,是追着你来打的 就算你坦克有几快都会追着你来打的 一弓顶,你想想T-72 尤其是标枪的设计呢,就是在炮室里面 炮室里面自动上弹 他的弹药是放在那里的,就是放在下面 跟着自动上弹 他这些铺枪一打下去,火线一落 就落到炮塔里面,就是他的弹药库那里 弹药库那里就这样爆 有些人说是反坦克,就是反坦克地雷组 记住,这里是俄罗斯的控制区来的 俄罗斯控制区如何放在反坦克地雷呢? 要是俄罗斯自己摆,自己人摆下去,这样爆 这样爆,这样的死法真的死于按钩 我都应该被一些反坦克飞弹这样打的 我都很肯定你说,应该是打弓顶的反坦克飞弹 造成的,造成的殉霸 而这样令到他这样整个散散 因为你经常说,俄罗斯吹得多大 又说很多地方已经受到控制 事实上不是受到控制 受到控制,你都不会被人打到整个坦克 被人开罐头 你看到现在整个局势来说 你究竟俄军,你的武器的坦克越打越少 人也越打越少 乌克兰,就是格萨连司机可以跟你打10年 没问题,他有北弱支持 但是你普京想打持狗战,谁支持你? 没有人支持 你看到现在,俄罗斯入侵挖南战局里面 看到这些坦克,这样爆发 所以俄罗斯来说,真的没得睡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讲完